我们读老子,我们读老子,人与自在和谐相处了 现在整个自在和谐,自在破坏完了 我们读经典人,读了以后就要带头了 带头以后,人和自在和谐了 整个社会和谐了,人类和谐了 所以我们有用心的,好吧 好,第四点,就是自在和谐相处了 现在整个是吧,大家我们开始吃素食 这个保护房间老子,我们读老子 人与自在和谐相处了 现在整个自在和谐,自在破坏完了 我们读经典人,读了以后就要带头了 是吧,带头以后,人和自在和谐了 整个社会和谐了,人类和谐了 是吧,所以我们有用心的,好吧 好,第四点就讲,学生这么读经典 是吧,我总结了八句话 学生这么读经典 第一,第一,及早送读 及早送读,是吧 及早送读 最好,是吧,三岁嘛 现在有些得出来零岁 有些还得出来负一岁 负一岁,我觉得我也在谈 就叫做抬教,从抬教开始读经典 最近做了一些事业,最近十几年来 有些抬教的人听经典,听古典 身处的孩子,儿子一岁多 一教他读,弟子归,他就能够跟着读了 他读那个《沙字经》 只教了一两天,他就背读了 因为他在母亲怀里就接受了《沙字经》的信息了 所以这个很好,是吧 所以及早送读 当然,最好负一岁他 你至少三岁他是读吗 三岁他王爵能够接受呢 别贴贴送读 你不能丢,一贴二十分钟 一贴二十分钟,这个要劫持 第三,尽心送读 读经俩的心要尽 而创造一种安静的 我觉得,我是怎么来解答这个问题 有些说,小朋友他注意力很差 要他这么安静的下来呢? 我是这样,你开始读的时候要他尽心 因为小朋友注意力不超过五分钟 小学生注意力低年级十分钟 中年级十五分钟 高年级小学生注意力二十分钟 十五到二十分钟 这是我们心理学研究的 是吧,这绝世界公认的 所以我们要求读的时候 你看绝国读总结了 把书摆好,我们台湾朋友也 把书摆好,我们大陆经常总结 大家总结了 把左手把书摆住 右手摆住 所以大家总结叫 以子读书法 是吧 一个子头,以子读书法 以子读书法 这个,指导书 大学之大 在明明德 在清人 在止于至善 一个字一个字 开始读的时候要进行 并且开始读的时候要速度要慢 一个字一个字要读准确 所以我是怎么知道大家读呢 开始读要进行 开始读要速度要慢 速度开始慢 然后慢速、中速、快速 最后要快速 因为语言是反映思维的工具 这是心理学原理 开始读的时候要静 后面可以快乐得读 你看后面瓦底呢 快乐得读 是吧 你游戏啦、拍手啦 哪里叫做巩固啦 巩固呢 你可以采取不同行程 开始读的时候不要搞花样 我们总结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 开始读不要搞花样 開始就開手啊 摸著拳啊 什麼什麼跳舞啊 不需要 讀書啊 為了鞏固 可以採取各種方法 大家自己創造 今天像我們小劉耀士啊 劉切仙老師也會大家講 他們這麼多弟子鬼的 但是開始讀的時候要精 要慢 人會就快 各種形式 第四呢 要輕鬆送讀 我為什麼要講到輕鬆啊 現在我們一些小學呀 找讀課 一些校長 看哪個班讀書生意越大 這個班讀書就讀得越好 不能生意大來決定讀書的效果 是吧 你們試一試 讀書很小精力的 你看我們老師講課 我們講課很要精力的 一下來呀 就覺得很累的 因為我們每一天講 腰也痛 是吧 坐在這裡腰不痛 因為主要精力去上課去了 一下來腰痛 是吧 所以我們過去就鞠躬力太多少了 是吧 所以我們好精力 你要去想一想呢 你本身學生早上就沒吃好 你看我們現在早餐 學生的早餐是最差的 早上太早了 還沒開胃 學生不想吃 學生不想吃 那麼就是拿過一滴經歷 你早上一讀 生命讀得很大 把經歷絕不消耗了 到了學其他的語文 數學其他課就沒經歷 就打瞌睡了 你看現在我們小學 中學好多打瞌睡的 與老師教學也有關係 與我們的教育有關係 你看蘇聯 蘇聯的教育 且蘇聯 現在叫俄羅斯大分成很多國家 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 前面我講的蘇霍姆林斯基他的學校的課表 我就學他這一套 他的課表 第一節課 中學第一節課五十分鐘 第二節課四十分鐘 最後一節課只有三十分鐘 他根據學生的經歷 生理規律來安排課表 安排作息時間 你看我們 劉校長 你家裡是不是學校是這麼安排 你都是四十分鐘 要么都是四十五分鐘 中學都是五十分鐘 大學都是五十分鐘 我知道的學校 我原來我自己當校長 我都是 因為我自己當校長 我就決定了 現在他不是我當校長 我講他不一定聽我的 是吧 你們去試一試 你們自己當校長的安排這個作息時間 效果完全不同 是吧 他學生對你學校很反感 對你家長很義反 這樣學生學不經驗 為什麼義反經驗 就是我們不懂教育規律 引起兒童的心理反抗 所以你不能怪學生的 只怪我們老師 怪我們的校長 所以我們大家總結一句話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 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大家記住嗎 是吧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 就是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我們反复實驗了 特別我最近四年 我招了三十個 大多數都是家長不要的 學校不要的 誒 我教了以後 你看他們基本都變好了 至少不會變壞了 是吧 誒 王爵可以 我還沒花什麼精力 誒 沒花什麼精力 他們都變好了 讀經典 老師跟著我們做 學生就一下變好了 不要交往 是吧 這個不簡單嘛 誒 我們的學生都不錯 我們昨天待七小時 何列軍呢 何列軍站起來 大家認識一下 江西的 我的小弟子 是吧 誒 他也是個跳鼻搗蛋的 是吧 誒 誒 讀書不讀的 出去就打工 打工也和人家打架了 現在你看 我把他留下來 做助教了 是吧 你聽他讀書 慈性 腦獨能力 經典 道尾如流 誒 書法寫得非常好 太極打得很好 是吧 誒 我說也不錯 誒 我看 你看 就是我教學效果嘛 誒 禮貌很好 是吧 現在他爸爸媽媽高興的不對勒 是吧 這個紐約站 你怎麼交代 怎麼變了一個人呢 是吧 誒 我就待下學 下一個月開始招生 我就只找老師來不找這些跳鼻的 跳鼻的我們太難得了 是吧 他馬上看得到誰也就睡過覺 洗了水 一絕背 他又爬我一張頭去了 又去上網去了 誒 這些學生很難教 是吧 誒 一半半年就變好了 一年基本就不要管了 是吧 所以 教育就是這麼 這麼叫的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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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不要叫學啦 我們沙東的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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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提出來 你搞共產黨還追你搞封建嗎 是 你搞封建的東西 現在哪個買你的帳啊 現在人都有思想 有文化啦 你搞封建哪個要你的 是吧 你不要擔心吧 第一個 你就是把那個拿掉反不行 第二個 有一些東西 我是不同意用封建這個詞 是吧 什麼叫封建 封建之中 政治制度怎麼是文化呢 政治制度已經沒了 早就沒了 你現在用的我們共產黨制度了 還有封建制度嗎 怎麼 它只是過時 我認為已經有些光點 有些光點過時了 是吧 它不是封建 封建是種制度 它不是種文化 文化裡面有封建的落因 反應封建制度的一個落因 但是它不是封建的東西 是吧 封建是種政治制度 我就這麼講 只有些東西過時了 很了不起啊 有一個人來和我說啊 它叫劉業長啊 論語啊 論語中 論語中有三句話是錯誤的 我講 有三句話錯誤啊 它說是的 它叫你拿在這裡 引導大家讀論語 我講 我首先不討論哪啥句話錯 我首先講一個觀點 看你接不接受 我就講 毛主興宗宗 領我們多少年啊 毛主興宗宗 領我們幾十年 五六十年吧 三十年吧 我講 毛主興宗宗 你打開 打開毛主興宗宗啊 阶级斗争要贴贴讲 严烈讲 秘烈讲 错了吗 错了 毛主席著作里面 造反有理 错了吗 错了 毛主说 无产阶级绝阵下继续革命 错了吗 人民公社 错了吗 错了 计划生育 计划经济 错了吗 错了 现在我们是搞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 所以第一 国家你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督促 他只是过时了 他在当时 他是想把国家搞好来探索 造反有理 是什么情况下讲的 你了解吗 你动脏起义 当年就错了 是吧 我讲 你看毛主席著作里面 职业也三十年 三四十年 你讲五十年也可以 是吧 毛主席去世 七十年来 七六年来去世 你看 大概书有这么的错误 但是我们国家很聪明 把毛主席这种思想 作为全国全党人民的指导思想 你不能说几句话错了 就绝法否定 是吧 我讲 论语里我们多少年啊 两千六百多年了 还只有三句话错 我讲 论语是不是重要 是不是经验 哎呀 你这么一讲 论语真地了不起 两千多年 只有三句话错了 是吧 毛主席做作里面 这四十年 有这么多错误 他还要作为全国知道思想 所以我们的太多问题是决定一切的 你思想正确 就一切正确 思想不正确 你看什么都是错 是吧 我们不能有一两句话错了 就绝法否定 后面我再讨论论语的三句话 最后我到时候再和大家讲 我的理解不是这样 我讲 你证明读书没读好 所以将它错了 是吧 你读好了论语这句话 这三句话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全文诵读啊 把它告好 系统诵读 不要读一点 也至少要读 我讲 至少你这几个四十五经 要读完 是吧 把盟学的经典也读完 你不是只读一篇两篇怎么能够有经典呢 是吧 最后我提出来啊 扎实生读 熟练生读 扎扎实生读 要读一百篇 两百篇 三百篇 是吧 熟练的读 就背着了 没有那个不背的 是吧 你看我们那些学生 批评老师 批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老师好笨啊 如果我读一百篇 我五十篇就背着了 实际他是最笨的 他就觉得我好聪明啊 我好聪明啊 我读五十篇就背着了 是吧 所以要鼓励儿童 调动学习经济性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经典的教师的理论 培训五讲 我就讲到这里 想大家回报到 最后的呢 最后九号下午我就给大家 学校怎么抓这项工作 好吧 我就留刀来给下午再讲 好吧 你看学校怎么开着工作啊 我就 就是人格片 我就下午到时候再讲 最后 向大家介绍 怎么经典与人格结合 好 今天上午最后呢 我想大家回报一下 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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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教好大学 怎么教好大学 我觉得首先 大学是四书第一步 四书第一步 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个字 一千六百八十个字 多少章呢 瞎十章 实际是瞎十段 我们都编了章 我告诉大家呢 因为这个 我编这个教材人 我编的第一版 第一版都已经一本都没有了 是吧 后面是我自己留到教学用的用到也留到一本 是吧 那么第三版呢 下个月就出来了 第三版 那么在前面两版基础上 我是做了认真的校对和重新设计 非常漂亮 是吧 应该来讲呢 价格应该也在全国最别念的 现在我们有些把价格标得很贵很贵 那么怎么大家能够读经典呢 农村还是这么读呢 是吧 所以有些四百多块钱一套 两百多块钱一套 我们今后出来的书就是几块钱 一本几块钱 这个家庭就 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来嘛 是吧 所以这是教材的问题 教材问题 我们下个月会出了一个新大教材 这个教材呢 我们讲一定要学好教材 我们主张还是要带拼音的 带拼音的教材 字要很大一个的 一 别于记 别人呢 是不坏的 不会 势力不会坏 学生现在多少势力啊 他容易记 字很大个 别人呢 他不势力 你看 他不会坏势力 第三 我们主张纸张 你看我们别的书的纸张是不法光的 现在很多出的教材 那个学生一看就赤眼睛 是吧 我们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纸张不法光的 学生很好的 第四呢 没有插图的 不要有插图 插图 学生他就是看热闹 自己看话去了 他不看字了 所以效果就不好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 柳岳章 你是教心理学 教育学的 到底有插图的好 还是没有插图的好 我说没有插图的好 真是有心理学约理 儿童他喜欢看很花 很花燥的东西 是吧 他注意力不集中嘛 你没有插图的 他就很集中嘛 好 那么这一大学 我们大家都有啊 都发了人家的 因为我们的没有了 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柳为主任去买了这个大学 供大家参考 这个书还不错 但是好像也还有几个地方的小错误 这个小错误是难免 只是要少错 尽量不错 因为那个拼音啊 你改了改了 他印刷厂变了一下又变了 确实 有些是改了的 他又变了 大学一共三十张 一切六个八十的笔 那么第一 我们去教大学 首先要跟学生说 这个大学到底谁做的 哪个写的 大家也了解 这个作者是谁 所以我就想大家介绍一下 作者啊 有很多种说法 我在这里介绍啊 有三种 第一种 是孔世之一说 而初学入德之美业 孔世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孔世做的 孔世做的 孔世也可以剥够他弟子 但是一种观点就是孔世做的 这是一种观点 第二种 是盖孔世之也 而曾子树之 而孔子讲的话 而曾子呢 把它记述下来 那么可以说是曾子做的 曾子叫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什么 姓曾 名是吧 名生 人生的生 这个地方不能读叉 不能叫曾餐 是吧 为什么不能叫曾子啊 这个曾子的名字啊 是孔子取的 而孔子的这个影响取的 曾子的爸爸叫做曾爹 一爹 两爹的爹 曾爹也是孔子的弟子 曾爹的妻子 就是曾子的妈妈 身体不好 始终呢 怀不起孕 这个到了四十多岁 在怀上曾子 就 曾爹 再跟着孔子学习 有一天 家里来报信了 曾爹 曾爹啊 恭喜恭喜啊 你做爸爸了 马上回去 我去家里 家里也要问我 我首先三年就是读经验 打好基础 四年级就学数学 一下就懂了 那个小学的数学太简单 是吧 他就是六年级 那个应用体 双述应用体比较难 其余都是很简单 四者运算 是吧 三年级就完全学好 他有这么多智慧了 这种智力都开发的这么好了 他学数学 多快啊 是吧 所以我为什么理出了一个七到八节课 这个意思 就针对性的啊 你不要 国家课程都不学了 那不行的 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 现在全国两种模式 一种是我这种模式 国家规定的课程 全不开 做时当调整 时当调整是什么 有一些课是时当节少 比如说体育课 每次开三节 我只开两节 我实际还是开了三节 因为我这一节是五数课啦 五数课怎么不是体育呢 这是最好的体育啦 是吧 两节音乐课 我开一节 教那些 唱那些埃动歌曲的 还有一节 教鼓琴 欣赏音乐 还是音乐啊 我没违背国家教育的要求啊 是吧 他说我培养出来的水平 我被你国家规定的高出几倍啊 质量要好到几倍啊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啊 好好的 所以我这种模式呢 家长方也 你不能脱离社会的 现在社会你没有文凭怎么行啊 没有文凭 一切事情不能做 不是我们中国家文凭 全世界家文凭 没有文凭 它文凭作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 是吧 你不能脱离社会 你到星球上去 你去开发一个星球 不要文凭的星球 那你就去了 是吧 还有一个 只读经典 不学书里话 不学科学 你这样光点也是臭 是吧 读经典不学科学 我讲了人为和科学 必须是两条腿 同时走路 同时一样大 一样长 差一点都不行 所以我就提出 我得说文理皆优 你看我的北洋目标 文理皆优 悲才皆优 文理都要优秀 文理皆优 是吧 所以我们这种国家教育的课程加 我现在加四大特点 这是我的学校就是四大特点 五大经典教育 八大能力培养 十大行为习惯训练 十大高尚人格塑造 我就是用这四个东西 改变中国的教育 文化功底差 品德道德差 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还解决这个什么问题啊 能力问题 现在有学历没能力 是吧 就是三个问题 文化功底差 学生能力差 道德品质差 我解决三叉嘛 三叉我用什么东西来保证呢 我就是五大经典 保证文化功底 八大能力 保证能力 差的问题 十大行为习惯或高尚人格 十大高尚人格塑造 解决中国学生道德素质的问题 这中国的教育不是世界最好的教育吗 这不是我们总书记总民最想要的教育吗 这不是全国家长所要的教育吗 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吗 你看我的大学目标三句话 改革中国基础教育 我的口气很大了 创新中国基础教育 第三句话 打造中华民族教育品牌 好吧 打造中华民族的教育品牌 我这个办学方案都可以赠送给所有大家 都可以赠送给我们每位老师 你带回去 你看我的教学理念 我的办学思想 我的办学宗旨 这个东西你可以解决 这是我研究四十年子教育的新学 是吧 把中国的教育 主要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校长 教育工作者 包括每个家长 都应该来关注我们的教育 这个教育不是总书记总理一个人 中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育为本 教育是我们国家新王的最根本的东西 人才为本吗 人才教育吗 怎么有人才靠教育 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 百年大季 教育为本 这是我们中央所的 国家写经文件的 百年大季 教育为本 我们中国大陆 国家只装三个重点 啥大重点 哪啥大重点 你们知道吗 第一 科技 第二 能源 第三 教育 你看我们国家这么多工作 几百 几千项工作 中央重点抓三项工作 国务院重点抓三项工作 你没解决科技问题 没解决能源问题不行的 没解决教育问题不行的 没人才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吧 我再讲教师怎么教好经典 谢谢 谢谢 谢谢